Hello 大家好 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一期也就是给大家带来三款代码人物的演示 第一款代码人物就是Mk3装备的钢铁侠 第二款是坦克加特林 第三款是赫菲斯托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钢铁侠的能力 对面是100多名的混合兵种 弓箭射过来以后是有闪避效果 全部躲避过去了 而且它的这个连锁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面一大半的士兵已经被干掉了 进撑攻击以后 它也可以不停的闪避 并且可以丢出炸弹 攻击方式还是挺多样化的 钢铁侠单挑数据人 一 二 数据人没有什么反应 数据人第一下攻击也是灰空了 第二下又灰空了 第三下依旧没有打中 数据人要急死了 摔了一跤 但是钢铁侠的这个攻击伤害也不是很高 打了半天数据人也没有躺下 但是轻杂兵这个攻击非常的有用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轻杂兵用的嘛 连锁伤害 哈哈 钢铁侠躲在了里面 一种地形优势啊 真是要把数据人活活耗死啊 哈哈 急死了 哎呀 终究是耗不过钢铁侠呀 第二个登场的就是坦克加特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攻击效果 哇 这个伤害 好现实的伤害啊 一百多名士兵 一会儿就没了 现在我们换了一张地图 自己来操纵一下 连点就可以了 第一视角的感觉非常棒 啊 不行了 不行了 有人冲过来了 我连点的速度还是 还是没有电脑发射的速度快啊 再看一下 加上拉拉队以后的效果 哇 这感觉 果然很加特林啊 直接打到了桥尾 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最后一个登场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赫菲斯托斯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 气石之神 雕刻艺术之神 与手艺异常高超的铁匠之神 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战斗方式吧 有闪避的能力 跳跃攻击 紧身攻击以后 电锤打出来的是爆炸效果 并且敌人身上还附着的燃烧伤害 目前看来它的防御不是很强啊 被这么多人围攻以后 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 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